全世界在关注这个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一个冲突 特别是它跟哈马斯的冲突的时候 关于的是你这个冲突 到底是曲线在加沙首郎 还是你会扩散到整个中东 或者整个冲东 变成了世界这个宗教大战 之前美国已经警告了 伊朗不要乱来 我在这边我的伊拉克 叙利亚 我有我的居士基地 这些居士基地就发现 有很多伊朗的无人机 或者有一些东西来寄其攻击 警告你不要蠢动 结果美国的警告没有用 现在美国的基地在这个地方 不管在伊拉克 不管在叙利亚 经常受到攻击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由伊朗在背后 这么支持的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从哈马斯攻击袭击的 5000枚的火箭弹 袭击以色列以来 其实伊朗背后支持的 伊拉克民兵组织 你知道它攻击了 在叙利亚跟相关的伊拉克 这些的美军基地 你知道它攻击几次了 几次 二十六次了 你知道吗 它已经攻击二十六次 而且不断地以这个 包括火箭弹 包括无人机等等 一直针对美军的基地 一再攻击 那它背后就是伊朗 但问题是 因为它是用伊拉克的 民兵组织的名义 那你知道美军 美军当然不是 等于说吃素的 不会让你这个民兵组织 不断地去攻击 你知道美军在 南部的基地很严重 对 那你知道美军在什么时候展开还击吗 就在上个礼拜五 以色列打进去加杀的同时 就在同步 同步的时候呢 美军也针对 那么这些 由伊朗所背后 相关等于说 当靠山的这些民兵组织呢 它的据点 包括在伊拉克 包括在叙利亚 同步进行还击 就直接还击攻打回去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美军是让你这样子 打了以后 所以美军也出手了 也出手了 你记不记得当时 不是美军有讲吗 那么当时它一二再再二三 一直被攻击了以后 美军要部署12处的防空飞弹嘛 也就是它要把12处的防空飞弹 让你来自于空中 其实就是针对这26起的 越来越严重的 空来自空中的这个袭击行动呢 那么进行反击嘛 所以美军12套 已经全部都部署完毕了以后呢 它立刻进行包括空中 也包括来自地面的三角洲部队 直接打回去 也就是它不是吃素的 而且还故意挑选跟 那么以色列同步进行地面作战 对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 美军也介入这一次 以色列的相关的 整个地面环节的一个行动嘛 这样子同步作战 它是同步作战的 那同步作战了以后呢 那么伊朗就没面子 没面子了以后呢 它又缩死这个民兵组织呢 又攻击了几次的火箭弹 但是它的攻击的能量 就没有那么强了 因为如果你攻打我几次了以后 我就还击 很简单 我就立刻还击 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发射来的 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攻击来的 我就立刻还击打回去嘛 那么影响所及 现在变成什么状况 那么现在呢 就在这个以色列旁边的约旦 已经跟美国直接提出要求了 拜托把这个爱国者飞弹呢 这个防空系统呢 也部署在我约旦 为什么 因为现在约旦很怕 附近西口连都在建筑啊 都在建筑了以后 那个巡异飞弹啊 还有包括火箭弹 会不会调到我约旦 所以拜托美国 你把这个等于说 爱国者飞弹的系统呢 也部署在我约旦这个地方 纳坛亚夫直接跟你讲 我既然已经开打了 我就没有停战的 等于说停火的可能性 纳坛亚夫要打到底了 我如果跟你哈马斯停火 就是以色列向你投降 这句话一讲出来 就没有后路了 而且你讲说 他现在是南北包装 他现在已经把整个北加萨 给包围了 包围了以后 他把你截断 截断了以后 他开始进行了一个 尖闭亲眼的清理政策了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呢 之前不是 以色列透过空飘很多的这个传单嘛 那请这个你在北部加萨的这些老百姓 巴勒斯坦人全部都给我移到南部去哦 如果你不移的话 你不要怪我移为平地哦 那后来不是有两个医院吗 以色列指控 那么哈马斯他们把这些炮弹啊 阵地啊 设在医院的地下室嘛 那因为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上次为了那个圣战组织啊 那么火箭弹不小心调到医院 结果指控是以色列干的嘛 受到世界各地的各国的这个拼击嘛 所以以色列现在非常的慎重 但是他已经接二连三 警告了这两个医院哦 好 那他如果直接炸医院 是不是会被拼击 对 你知道以色列用哪一招 怎么招 以色列真的不要随便惹他 为什么呢 以色列就直接把医院旁边的 所有的民宅跟住地 全部炸为平地 你把圣城医院旁边的建筑物 全炸掉了 我把你炸为平地之外呢 如果出来的是 如果出来的是男性有持武器 全杀 你知道吗 只要你男性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哈马斯嘛 你有持有武器 我就视为你是哈马斯的士兵 只要我看到了以后 我就全杀 很简单 我就肩并心也把这个医院的 细口来弄 全部都炸为废墟 炸为平地 什么意思啊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 你们这个医院下面的 这个哈马斯的基地呢 你们怎么把你的弹药给浴出来嘛 那除此之外呢 以色列并没有说 要把让你 我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然后一寸一寸的推进了以后 我没有要让你哈马斯逃到南部去 他没有 他中部已经全部截断了 你跑都没得跑 现在几乎中部 包括公路 包括海岸线 全部都是以色列 在加萨的走廊的中间 全部截断 你老百姓要往南逃 对不对 你要经过我验证身份以后 你才可以往南逃 那只要是哈马斯的 我不是把你这个等于俘虏了 就是把你格杀户论嘛 那现在包括哈马斯这些地道战 显然 显然没有困住以色列太多 因为很简单 我就禁闭轻眼 我就慢慢往前推 那么一旦遇到哈马斯的这个阵地 出来抵抗对不对 那么以色列现在不是用这个坦克 直接轰你哈马斯 不是 他直接呼叫空中资源炸掉 你知道吗 直接炸地带 炸掉以后 就算你没有现场 你一定会躲到地道里面嘛 我立刻用杜博勒雷达 那么撤出 撤出前面的哈马斯的地道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个地道的炸掉 我全部一寸一寸一寸 把你给炸掉 炸掉以后 哈马斯的地道全部变成死相 也就是你们困在 反而把你们受困在这个地道里面 他现在用这种方式往前推进 而且他推进了以后 他就不让了 他就推进了不让了 你看他以后这个土地不是 不是说我以色列要把你聚为己有 如果这样的话 阿拉伯世界一定会反抗嘛 但是以色列直接讲了 我以后要把我现在所占领的地方 全部另外再变成一个缓冲区 让这个巴勒斯坦比较和平的组织来管 但是呢 我绝对不会让哈马斯集团 又重新回到这个加萨北部的可能性 所以你就知道 以色列金碧青也不断地推 他要把现在加萨中部跟北部的哈马斯 全部全部消灭了以后 才有停火的可能 好 雨萱刚才讲的 现在已经吧 加萨走廊北部 刚才讲我已经从北边的沙滩 整个坦克军团 什么坦克军团前面有推土机 而且我狂红滥炸 变成围络以后把你推到 中间我直接截断 截断以后南北加萨 更可怕的是我已经叫你离开了 110万人跟你时间离开了 不用离开 我这势头上面都是哈马斯 我看了一个画面很可怕 你就算是现在开着轿车 或者开着一般的车子 你走在路上 我都说 势头你就是哈马斯了 是 保安哥 为什么他们再三强调说 要定调成为战争行为 因为战争行为 这他已经预告 你可以策着做 炮火所及范围之内 他认为都没有无辜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这包括以色列 现在类比两件事情 这个纳台亚胡完全杀红眼 他说你美国当初 珍珠港被炸的时候 你去杀日本 包括你投资线原子弹 难道当中没有平民吗 也是有嘛 所以我跟你一样嘛 比照办理战争行为 所以就是在珍珠港事变 911事变美国能退吗 美国能让吗 不能 如果美国不能 我也不能 就是要打到底 打到你投降为止嘛 当初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以色列比照办理 而现在包括他们 在祝和联国大使的时候 更把这样的情绪给激化 他做了一些事情 过去纳粹把犹太人 分门别类 贴标签 是用一个东西叫大卫之心 就是说你要在你的身上 贴一个六芒心 而且是黄色的 然后呢看到之后 包括你去商店 走在路上 所有人都会歧视你 大家都会鄙视你 因为你是犹太人 就他把这个徽章给带到哪里了 带到联合国上 而且当着所有人的面 贴在身上 意思是什么 意思说 如今的哈马斯 对我们所作所为 就是战争行为 如同当初纳粹对我们做的这种耻辱 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代表都带这个徽章 对 而且他说 Never again 我们再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耻辱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对于哈马斯的所作所为 不会再姑息 以色列现在就是必须要打到底 而打到底地面部队 也确实如同刚刚我们讲到的 全面进攻到什么 加萨这个地区 来看你看到一些比较严肃的画面 包括你可以看到的是 除了地面部队持续在进行之外 包括整个在空中空袭的轰炸 地面一波一波的爆炸 也持续的正在进行 轰炸到现在还没有止结束 还在持续当中 没有错 你看 而且这个是什么 这是从明载高楼上拍到 你看一波 两波 三波 就直接爆炸 而且这个掀起来的 这个抖撞云 甚至是比建筑物还高 与此同时 他先前包括所谓的 以色列最引以为好的 也就叫做 精准打击 这个精准打击发生什么作用 包括哈马斯的一个 政治局的副主任 叫萨利赫阿鲁里 来 各位 你现在看到这是他的房间 而且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回放 现在不是喔 直接先订给你看 然后就说我们要打这里 然后瞬间远程炮火 立刻到位 将这个政治局的副局长 直接狙杀 这是哈马斯的人 哈马斯的副局长高官 直接现场狙杀给你看 高官要打 底层的人也要抓 所以呢包括他们陆续地面部队 会前进之后开始攻坚 攻坚之后就会逮捕到 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眼光索急范围之内 他说这些人跟你讲 都是哈马斯的分子 他以前抓了这么多哈马斯的人喔 对 而且这个代表什么事情 我们第一面部队 真的进入了长驱直路喔 但与此同时 有没有遇到反击力道 当然也会有 哈马斯这边也公告说 有啊 我们用这个亚兴火箭弹 摧毁了好几辆 你以色列所进犯来的坦克 但以色列也不敢失落说 你吹毁我坦克 没关系 你是不是躲在地道里面 我通通用轰炸的方式 用进攻的方式 把里头 甚至说你的地底隧道里面 有一个军事的大院 代表基地大本营 也被我们用远程的炮火 给轰炸下去 扫除殆尽 但现在的大家最担忧是什么 不是说你军方之间 你要互相攻击 你军方要互相攻击 有关系 现在是一堆名人 一堆平民老百姓 都遭受炮火 就有一个摄影师拍到说 有一个巴勒斯坦的 是私家车看着看 结果呢 下一秒 突如其然遭受到炮击 甚至是他们看到 还有一样小巴士 也是这样 开着开着 他这个画面你看 现在就被炮击了 这是一般人哦 所以他想说 他就跟在这个白色的 小客车后面 这个小客车开开开 发现前面有以色列的坦克 有以色列的部队 他赶快要回转 没有想到 他一回转 他就被炸翻了 没有错 而且后方车辆还很好心 一直按喇叭提醒他说 拜托拜托 不要再往前进 不要再往前进 但没有办法 最后他可能因为 没有把议会说 后面的声音到底什么意思 最后就是遭到炮火攻击 但余子同声是什么 有平民的避难所 各位 就是说里面是高度的人口密度 非常高 你看 就是现在这画面 他直接直播现场是 你看我身后这个旁边是什么 这个火光四射的地方 竟然原本都是在平民避难 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要打仗 我们只是要躲起来而已 他就说你看 现场实际上是什么 一片焦土 一片狼藉 而且一炸 还炸三间 你说炸避难所 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 就连救护车也炸 他们现在讲 在加萨地区 甚至以色列有锁定救护车攻击 只剩下25辆的救护车 在整个加萨 台北市这么大的地方 25辆救护车可以用 你就知道状况多严重 而就连他们现在 连医院里面的孕妇 因为你怀孕 要生小孩 他没有办法等 他就是多 我这个生产期到 我就得生 就各位 你现在看到这个 等于是什么 因为战争在打 那变成说没有麻醉 物资也很匮乏 也没有止痛药 我知道什么 硬着忍着痛 在这种状况下 火腹生产 火腹没有麻醉 对没有麻醉 因为他可能是胎胃不正 或者说肚子真的太大 所以被迫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是得生 但是又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方式 只好忍着痛剖腹 你就知道母爱有多伟大 但与此同时 包括整个所有的难民 避难所不能躲 只能做什么事情 赶快躲到医院郡去 所以躲到医院郡去之后 没想到以色列 包括在盛城医院 以及加萨也会叫土耳其的 有医院 来各位 你现在就看看这方面怎么样 邻近地区也遭到轰炸 医院附近也被轰炸 所以他们大家就在讲 那到底现在该怎么区分 因为以色列的眼里面 只要你还留在加萨 你通通都是哈马斯人 在伤亡的比较起来 整个就呈现很惨烈状况 加萨走廊里面 包括这些巴拉斯坦人 死了八千人 以色列只死了一千四百人 到底是战争还是屠杀